大家好,知春奧 在內地經濟不明朗就業市場疲弱下 中年打工仔更面臨35歲的魔咒 主要原因是內地股主普遍認為 35歲的員工比應屆畢業生貴 但不像應屆畢業生一樣願意加班 而年齡歧視在內地並不算違法 此外,近日網上熱傳一篇寫上 35歲辭退嫌老、60歲退休嫌小貼文 意指處於最佳工作年齡的人沒有前途 但隨著政府考慮提高退休年齡 上了年紀的人就可能需要繼續工作 反映了內地職場的困境 據外地媒體報導 一位現年35歲的男士 在過去三年大部分時間處於失業狀態 部分原因是疫情和經濟低迷 但他認為主要原因是自己的年齡 指出內地大多數公務員職位的招聘年齡 都限制在35歲以下 而且對很多僱主而言 他的年齡太大了 目前他由一名技術人員轉行做了私人教練 有公開也好 另一名去年底被上海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解僱後的男士 在過去六個月向三百多間公司求職 只有十次面試機會而且不成功 現時他已經將人工要求降低兩至三成 並開始在上海附近的城市找工作 不論大城市小城市 有工作就好 他認為雖然35歲的自己仍然年輕 但對於社會來說 35歲就好像屈奕一樣 而內地女性打工仔面臨更多難題 例如由25歲起 就要回答雇主關於何時生孩子的問題 即使沒有生孩子的打算 雇主亦會向他們詢問他們父母對此看法 以前都覺得 打工需要息職加工 需要更美好的生活 但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想法了 只是希望能夠生存、能夠生活 根據國家統計局早前公布 五月份全國城鎮調查 收入率是5.2% 按月持平的沒有升跌 不過阿里、騰訊和百度三大內地科網公司 財報顯示 今年首季僱傭員工 較疫情期間招聘高峰時 少了大約9% 而部分內地房企更在去年 財源三至五成 甚至有高達七成 報道又提到 內媒去年曾引述國家衛健委官員指出 由於就業競爭壓力加大 是內地年輕人推遲婚姻的原因之一 至於生孩子 內地網上更流行一句話 如果孩子出生為繼承自己牢碌恐慌貧困 這樣不生亦是一種善良 這句話在這個時間又不錯得了 總之賺食艱難 自己都搞不定自己 怎麼生小孩呢 好 這集先看到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未知同意外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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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